你去陶宛在东西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 有自己让我经常也陪我渡过 会计人扣的新歌 让张宏亮当年一唱成名 红到香港 2001年张宏亮到波兰 拍摄纪录片 在酒吧遇到立陶宛的体操国手 两人一见钟情 结了婚生了一对儿女 只是2021年 太太被检查出肝脏出了问题 当时张宏亮哽咽谈起就疫过程 想牺牲自己就爱气 但肝脏并不适合 最后由当警察的表弟捐赠佐甘 书后太太病况一度好转 但不到一年时间 太太的病况急速下坠 于2022年不幸病逝 张宏亮痛失爱气 让他大受打击 根据平面报道 张宏亮强忍悲痛送别妻子 扛起照顾儿女责任 并在去年复出与马来西亚开唱 但在举办演唱会时提到妻子 张宏亮速度难过的气不成声 不难看出夫妻两的好感情 在最危急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甚至也杀判退院 准备做双肝移植 即使张宏亮妻子的患肝手术 是由肝脏移植权威 陈兆龙医师率领团队进行 说后五年存活率高达九成 但医师也说肝癌会复发 维持高存活率 还是得靠良好的生活作息 三地学问许教委 罗佩宇 台北